不只談的一首好情 馬來西亞鋼琴家李元凜 甜美長相和X型曲線的超狂身材 更被封為鋼琴女神 IG上就有高達255萬粉絲追蹤 最近她卻自爆 曾被台灣經紀人捐款潛逃 和粉絲問答互動 有人問她有沒有被騙過錢 李元凜分享自己的慘痛經驗 說曾經上網買手錶要送媽媽 結果收到假貨 也有過借錢出去收補回來 工作後前被台灣經紀人 捲走 還有投資前男友的生意 卻被分手捲款失蹤 直呼再講都要哭了 看似光鮮亮麗的女神 卻也受騙多次 讓粉絲都很驚訝 很多人覺得我很難接近 所以他們就不敢追我 所以我都有盡量 會主動去認識男子 之前李元凜曾大方分享 自己的戀愛觀 活潑的個性 會主動認識新朋友 她也時常在IG 秀出健身影片 看得出為了維持好體態 女神下了不少功夫 超大露天游泳池 還有寬敞客廳廳廚房 全落地玻璃窗風景一覽無遺 李元凜曾開箱自己的馬來西亞豪宅 不過在去年六月就搬走了 鋼琴女神一舉一動都是話題 三十文章先公視一條 報告